欢迎来到Travel with Pro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美食和旅游地点的视频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博客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马来西亚菜之一 乐莎 Leksa是一种美味的面条汤 有浓郁辛辣的椰子汤 配上鸡肉、豆腐、虾和蔬菜等配料 它是适合任何季节的完美舒适食品 在家使用商店购买的乐莎酱和一些新鲜食材 极可轻松制作 乐莎有着悠久而有趣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5世纪 当时中国商人和移民与当地马来人通婚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美食 称为土生华人或娘惹 乐莎是土生华人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 它在东南亚有许多地区差异 尤其是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乐莎的主要成分是乐莎酱 由香料、香草、虾酱和虾米混合而成 您可以在大多数亚洲杂货店或网上找到乐莎酱 但如果您有柠檬草、高粱姜、姜黄和辣椒等原料 也可以自己制作 我喜欢在我的乐莎酱中加入一些额外的大蒜 生姜、香茅和辣椒使它更香、更辣 乐莎的另一个关键成分是椰奶 它赋予肉汤浓郁的口感和风味 有些人喜欢它们的乐莎或多或少是奶油味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椰奶的量 我通常用一罐椰奶来做四份乐莎 但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汤的稠度来增加或减少 乐莎的焦头也非常灵活和可定制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面条 比如米粉、鸡蛋粉或小麦粉 我个人更喜欢鸡蛋面 因为它们有很好的嚼劲 并且很好地吸收了肉汤 你也可以使用任何你喜欢的蛋白质 比如鸡肉、豆腐、鱼饼或虾 我喜欢在烤箱里烤一些鸡大腿 直到它们酥脆多汁 然后把它们切碎放在我的面条上 我也喜欢在煎锅里单独煮一些虾 直到它们变粉变软 然后加入我的汤里 对于蔬菜 我喜欢混合使用蘑菇 葱、青豆、胡萝卜、甜椒、小玉米和豆芽 您可以使用手头上或喜欢吃的任何蔬菜 只要确保将它们切成一口大小的块 并在将它们添加到汤中之前 在沸水中短暂地抄一下即可 您还可以添加一些油炸豆腐泡芙 以增加口感和风味 它们内部柔软海绵状 外部酥脆 而且它们能很好地吸收肉汤 要盛放乐沙 只需将煮熟的面条分成四个大碗 在热汤上浇上椰奶和鱼露 如果你是素食者 也可以浇上酱油 在上面放上煮熟的鸡肉 虾、豆腐泡和蔬菜 用一些新鲜的香菜叶或薄荷叶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拧脚用于挤在汤上 香脆的炸葱用于松脆和红辣椒片 用于额外加热装饰 用勺子和筷子或叉子 享用您的乐沙 然后踹饮吧